望线,二人尊天,积到人所主,从无极宝库中拿到了千年白盒子,果然在宝库中看到了小如燕台的一方雷劫池,里面的液体阴晕着五彩霞光。 两人将东西搬回靖和院,选了一个好日子,种下了白莲子。 再说,仙门百家,自望线归无极门之后,又是堪堪一年已过,摄日之争打得如火如荼。 本来奇山温氏的修士若单论实力,和仙门百家的差距并不太大,也就占着人多。 在战争中占着绝对优势,可如今有万宝楼的福转法器相助,拉平了双方不少差距。 双方居然打得有来有往,输赢参半,也因此在战争中,这些福转法器的作用越来越明显。 万宝楼的生意兴隆得不得了,而万宝楼推出的福转法器品种也越来越多, 最近推出一种飞行法器,一次可搭载三百名修士,速度比预见还快那么几分,且最难得的是,搭载的修士不但可以不必浪费灵力预见, 而且可以利用飞行过程中的时间休息。 积蓄力量,这法器对于突袭和救援都十分有用,唯一的不足便是昂贵,十分昂贵。 且驱动这飞行法器的耗费大量零食。 如今,世上零食资源稀缺,每一块都贵得要死,且还货源不足。 好在龟庄倒是同时提供飞行法器所需零食,当然,价格绝不便宜。 虽然贵得让人难以置信,但这世上还是有那么几个有钱人的,比如蓝灵金氏。 蓝灵金氏虽然钱多,但战力却不高,还个个怕死得很,除了一个金子轩还能看看,语者不足论。 要说这金子轩,在蓝灵金氏这蛇鼠一窝的地方倒也是可以算得上是个异类了,简直不像是金光扇的种。 不过生活其实就是这样,父母给了身体,至于灵魂思想会不会跟随父母,这个可能性很低。 子不孝父从人伦上来说是大恶,但站在人类发展的角度上,却是正确无比的事情。 毕竟如果儿子跟父亲是一个母子里倒出来的,那么,这个世界的人们应该还过着猴子一般的生活。 因为战力低下,更因为试图保存家族实力,战场之上,蓝灵金氏向其他家族求助乃是家常便饭,而求助自然是希望援兵来得越快越好,来人越强越好。 所以虽然贵,金光扇还是忍着肉痛,买回了这飞行法器,还买了一堆零食。 这一年来,蓝灵金氏的宝库缩水速度很快,毕竟仙门百家乃家都不是傻子,无偿救援这种事也就蓝氏,镊氏,将是偶尔为之,其余家族都是要收取一点补偿的。 况且,不论乃家去救援,战斗中消耗掉的福赚法器却都是要蓝灵金氏自己买单的。 如此一来,金光扇便觉压力大增。 齐山温氏虽一度曾占尽上风,但正因为他夺取的地盘多了,兵力反而分散了,在局部地区甚至还不如仙门百家呢。 又且,这两年多来,战争越来越以众厉害的福赚法器,双方差距被进一步缩小。 如今战争都持续三年多了,也看不到胜利的希望,双方似乎进入了相持阶段。 在金光扇看来,这场大战中唯一受益的就只有龟庄,随着战争进入相持阶段。 龟庄的福赚法器越卖越好,仙门百家宝库里的钱财全都进了龟庄。 如今有些小家族付不出金银,已经在拿祖上传下来的珍宝在付账了。 而龟庄绝不赦欠,都是当场迎货两气。 仙门百家虽然颇有怨言,但谁也没胆子针对龟庄搞事情。 毕竟人家这是有两个原因的地方,且万宝楼背靠乱葬岗怨气墙,那翻滚的黑色雾气之中。 不知道有多少怨灵,谁也没胆子去世上一世。 蓝陵金市的宝库十成中倒有五六成如今都进了龟庄的宝库,在金光扇看来。 若是仙门百家财力耗尽,再买不起那些福赚法器,到那时失败就在眼前。 他本来就是个墙头草,如今更是有心想给蓝陵金市找条后路。 既然决定了要给蓝陵金市找好退路,金光扇的眼睛便盯上了孟瑶。 这个人如今是温若寒的弟子,深受其信任。 温若寒如今最新修炼,不大管事,孟瑶可以说是大权在我。 但世人不知的是,这个孟瑶乃是他金光扇的私生子。 金光扇打定主意要好好利用这个关系为他蓝陵金市找条后路。 至于他曾经不肯认孟瑶这娼妓之子,把他一脚踹下金灵台的时,被金光扇选择性地遗忘了。 在深思熟虑了几个月后,金光扇偷偷递信给了孟瑶,约了孟瑶相见。 他提出了让孟瑶给他在温若寒那里美颜几句,表示蓝陵金市可以和奇山温市暗中结为同盟,暗地里为奇山温市收集提供情报,只求战后能得到奇山温市的庇护。 他还提出若是孟瑶愿意帮助蓝陵金市促成此事,他可以让孟瑶认祖归宗。 金光扇本以为此事十拿九稳,毕竟此前孟瑶把认祖归宗这件事看得极为重要,环千里迢迢从云品赶到金灵台。 哪知如今的孟瑶一边对他的提议只表现出一点点的兴趣,一边提出若是金光扇想要他帮助蓝陵金市,必须将他母亲孟师光果迎回。 以狄妻之礼葬于蓝陵金市祖坟,孟师的牌位亦要以狄妻的身份进蓝陵金市的宗词,名字也要入祖谱。 金光扇的脸沉了下来,那孟师可是个人尽皆知的娼妓,若是让一个娼妓入了他蓝陵金市的祖坟,进了祠堂,上了祖谱,还是以他金光扇狄妻的身份,那他岂不成了仙门百家茶余饭后的笑话,他蓝陵金市的脸面何在? 这种条件,他又怎么可能答应? 况且,他若是答应了这样的条件,那如今金陵台上的金夫人那里又如何交代? 金子轩的身份又该处于何等地位? 谈判自然没成功,孟瑶也不着急,金光扇都能看出来的事,他孟瑶又如何看不出来? 如今的仙门百家全靠福转法器硬撑着,一旦财力耗尽,没了福转法器的帮助,必然会兵败如山道。 孟瑶脸上笑得温序,笑得人畜无害,该着急的是金光扇,这种手术两端,处处只想,占尽便宜的人是不会坐以待毙的,如今事情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。 等真到了那一天,孟瑶相信,金光扇为了保全他自己,一定会同意自己的要求的。 既然亲情无法与权力共存,既然这两样东西于他而言都是冰冷无情的,那他为何不舍弃那无用的亲情,抓住对自己更为有利的权利呢? 至于仙门百家的联军,孟瑶更是嗤之以鼻。 仙门百家短视而耗力,见利益一轰而上,没有利益便鸟受散。 别看他们现在一个个浓情蜜意的,真正面临危险的时候,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出卖彼此,根本成不了大事。 到时候想要投靠温室的家族有的事。 齐斯齐鸣兄弟俩一直跟在金光扇身边监视。 此刻齐鸣不动声色地伸手使劲掐了齐斯的大腿一下,齐斯顿时,呲牙咧嘴,抱着腿跳了起来,齐鸣你做什么掐我? 齐鸣道,你不觉得家主说的时机成熟的时候快来了吗? 齐鸣表现得很兴奋,我觉得不超过一年,金光扇必会有所行动,到时候我们的机会便来了。 你,你腿疼吗? 齐斯愤怒地瞪着齐鸣问。 没啥感觉,齐鸣若无其事地道,我只是太高兴机会终于要来了,想确定一下不是在做梦罢了。 齐斯愤怒地道,你当然不疼了,你掐的可是我的大腿。 咱们兄弟俩这么多年来亲如一人,掐你的和掐我的有啥分别。 齐鸣爽朗地笑了起来,我们兄弟俩终于可以大干一场了。 听了齐鸣的话,齐斯也高兴起来,确实,金光扇这老王八蛋太坏了,终于可以整他一下了。 齐鸣笑道,齐斯你弄错了,老王八是江峰年,而且还是只超级绿毛贵。 说完鬼兄弟俩一起哈哈笑了起来,齐鸣道,齐斯,那个流影时一定要带购,那些激动人心的时刻必须完整记录下来。 齐斯道,放心吧,大哥,误不了事。 精彩瞬间,见证历史,见证奇迹的时刻,一准一个也落不下。 金光扇当然看不见也听不见两个鬼匠,他愤愤离去,心里自然把梦瑶给恨得牙痒痒的。 走了一段路,他忽然心有所感,站住了。 他抬头四处看了看,觉得似乎有人在窥视自己。 这完全就是一种感应,就像一个人走夜路,若是身后有人跟着,哪怕他不回头也会有这种感应。 但是,当金光扇回过头,四处张望过后,什么都没有发现时,他就当作是自己的错觉了。